一种信息呢? 对,家里人应该昨天去看他们,看郭县 因为大家看到好像很长时间没有发信息 是因为上一次本来应该去探访的 但是因为拔牙的原因,所以就没去成 所以中间隔了一段时间了,相当长的时间 一般是两个礼拜去一次 那么郭县这边其实目前来说一切都还非常好 除了这个牙,拔牙以后 然后到现在还在恢复当中 应该还没有完全的康复 还在恢复当中,应该还是要吃药去治疗的 对,所以昨天也看了精神各个方面都恢复 但是之前呢,一两个礼拜之前确实是还是有点严重 只是没有说,大家也没有说 也怕再有人担心吧 但现在已经基本恢复了 然后稍微有一点点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吧 对,其他的都还好 然后锻炼这一段时间肯定你,上次我们也说了 这种状况下实际上是不适合去锻炼 不适合锻炼,所以就暂时停下来 但是等完全恢复了以后,肯定就可以锻炼了 对,那么其他的时间基本上就是跟律师去交流这些 沟通这些案件的事情 还有现在因为大家知道之前 这个政府已经把十个概迹的文件已经给律师 所以现在有相当大的工作量 就看这些文件,还有整理过去的这些相关的证据等等 所以现在的确实是最忙的时候 每天要相当,因为之前你知道这个法官已经给他配了电脑 所以他现在可以自己就从电脑上面去看,看这些文件 他那个电脑是不能够连网的,对吗? 他那个电脑是不能够连网的,对吗? 他只能是把文件放进去,然后在里面看 然后他自己也要跟律师一起看 因为律师也了解很多的问题要问 所以他现在很多的时间主要是在这方面 其他的就是最近你刚才提到的有打电话 给很多的战友,这个农场主,铁血主打电话问候一下 让大家放心,就了解一下他的近况 就是这个也比较好 然后当然大家也非常好,就比过去大家都成熟很多 就是不会在电话里面聊一些敏感的一些事情 尤其是关于这个案子的事情 肯定是你不能去说,不能去聊 更不能要求郭县批施等等的这些 对,这个是大家都非常好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郭县也讲了就是 他也非常关注这个咱们做节目,是吧? 上次就有说这个像我们这个Eva,Ella,罗伊他们做节目啊 还有一些农场的节目,联盟的节目都有关注 就是大家现在做的节目也非常好 比过去成长很多,进步很多 但是我们还可以做的更好 就是挖掘更多的一些这个CCP共产党过去在西方国家渗透啊 这个在这个西方的这些蓝金黄千轮计划等等的这些 就过去,过去很爆的料啊 那现在被证实了 那不证实了以后,我们要去广泛去宣传 要去讲,是吧? 并不是说我们证实了以后,我们这就过去了 并不是说证实了以后就会有很多人知道 就一定会知道 所以我们要让更多人了解,知道这些情况 在那边有过去的你有点 今天都有个会讯息 你俩被记得 tha